你先把冰箱打开 再把下面的门打开 转刀把西瓜切了 再把抽屉打开 床头柜打开 把床单划开 再用锤子砸一下地板 还有外面的大树 再把桌子上的午餐打开 接着把浴缸里的水放掉 最后用老鼠的脚印解锁一下老鼠洞 指纹识别成功 我的妈呀 这是藏了多少茶叶蛋啊 这关让找到所有的茶叶蛋 那这一屏幕就有不少 冰箱里还有 冰箱就装不下 所以藏西瓜里了 这都被你发现了 抽屉里面也都是 这都被你发现了 床头柜里也有 睡觉的时候也能随时吃到 这床底下还有一堆 好宝贝当然要藏起来 你都不怕藏坏了吗 还有这外面的树上也都是的 我家的树能接茶叶蛋 这么神奇的吗 那地底下是不是也能长啊 叫我咱们风味更好 还有这餐盘里 今天午餐就吃蛋了 这泡枣都是用茶叶蛋的吗 现在还剩四处 差了两百多个茶叶蛋 那这男生手里拿的是不是也是啊 好入马的土味情话 这扑克牌下面藏的是不是也是啊 现在还剩两处 那这个母鸡的身上 哎红色 哎红色 我去这怎么都是彩色的茶叶蛋啊 这连串小饼都整不上了 现在还剩最后一处 那藏在女孩身上 没有 男孩身上 也没有 再用锤子砸下老母鸡 哎都没有 那这最后一处 一百个茶叶蛋藏在哪了 你们有谁知道吗 我们下得健康费交换备了吗 对